Hello 今天是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北美市场每日观察 大家好 我是陈蔚 美国股市周三大跌 道指创造了去年10月28日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标普500指数更是直接抹去了2021年以来的全部涨幅 这可以被视作成不少人期待已久的回调 当然了这个期待是打上引号的 但毕竟股市不可能一直涨 尤其是近期无论是疫情还是政治局势 其实都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里面还包括了像大型科技股面临的反垄断诉讼 以及财政刺激可能会被推迟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股市如果没有适当的回调 反而令人会感到有些担心 那我们需要做的依然是持续关注自己看好的股票 并准备好足够的资金 从而保证灵活性 那好的方面是长期关注的不少股票 我看到在回调之后已经开始逐步展现出入场的机会 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等之后如果发现好机会出现的话 我会及时在视频中更新分享 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那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今天的美联储会议 那依然是和预期一样维持利率不变 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强调了将继续支持经济复苏 而令市场暂时放心的是 他强调现在谈论缩减购债还为时过早 因此可以看出宽松环境至少在2021年内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这对股市而言是一个利好 那今天市场的关注焦点依然是散户和机构空投的大战 而且是愈演愈烈 那除了GameStop这只股票上面毫无收手的意思以外 AMC也突然占到了舞台中央 今日大涨超过了300% 股价一度是超过了20美元 而换手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12% 那可以看出GameStop这场多空大战已经令团结到一起的散户找到了一个逼空模式 当然这种逼迫对手空仓回补的操作在机构之间其实已经完了很久 但在散户和机构之间则属于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其中散户们更是短时间大量的集中化的运用看涨期权 来逼迫机构买入股票对冲风险 进一步的推动了股价上涨 那相信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 这次的事件都是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 那双方都会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那眼下需要关注的就是 本周五期权到期时的事态演变 不知道会是这次大战的暂时终结呢 还是将战火烧到更大的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一下 随着大量空投败退 一方面需要小心的是空仓回补的空间是否已经不多了 这将影响后续的上涨动能 另一方面还要小心的是 多空大战到现在为止 GameStop公司本身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 散户多头想干掉的其实就是机构空投 当然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机构多头在参与就不得而知了 但通过哪家公司的股票来达到这个目的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千万不要忽视了 通常股价达到这样的高位 对于公司而言就是增发股票融资的绝佳机会 尤其是GameStop这样一度陷入困境的公司 无论是在改善运营方面 还是满足电商转型的目的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占到了台前 高位增发股票的话 就会为剩下的空仓提供更好的回补机会 这样就会对当前的股价形成打压 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 一旦真的出现可能就会搅乱局势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份财报 分别就是Facebook 特斯拉和苹果 Facebook今天盘中随着大盘一起下跌 在盘后公布的财报中 第四季度的营收是达到了280.72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的210.82亿美元增长了33% 而净利润达到了112.1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净利润73.49亿美元 是增长了53% 营收和盈利都击败了预期 这就完成了一个double bit 但股价盘后却一度大跌接近6% 主要是受到了广告业务的负面前景的拖累 原因之前的视频中有提到过 那就是苹果iOS系统的隐私更新 以及反垄断诉讼的推进 有可能会影响到Facebook的广告业务收入 而要知道 在第四季度的280多亿美元的总收入中 有272亿是来自于广告业务的 那相信苹果隐私更新产生影响 应该是需要等到第一季度末的样子 那Facebook目前已经开始采取应对措施 但效果如何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不过好的地方是 Facebook第四季度平均日活用户和月活用户 依然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分别同比增长了11%和12% 达到了18.4亿和28亿 那因此收入和盈利的强劲表现 以及稳定的用户增长 暂时抵消了广告业务前景的担忧 那目前技术图上看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卖出或者买入的信号 但50日和100日均线 已经几乎重叠在了一起 那股价也正处于这个重叠处 因此短线就可以观察这里的支撑效果 接着我们来看看苹果 受到新iPhone销量的推动 每个产品类别的营收 均实现了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因此无论是每股盈利 净利润还是总营收都超过预期 其中第四季度的营收 更是高达了1114.4亿美元 这是苹果公司有史以来 最高的季度营收记录 那细分来看的话 iPad营收同比增长了41% 是增速最快的板块 接着就是包括耳机和手表 在内的其他产品增长了29% 第三是服务业务增长了24% 这一块业务 也是苹果一直看中的 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所以值得特别留意 然后就是Mac产品增长了21% iPhone则增长了17% 那可以看出 苹果降低手机业务依赖性的策略 已经开始逐步显现效果了 这将有利于打造 更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那对于苹果而言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享的 毕竟这样的大白马股 前景肯定是好的 感兴趣的朋友 永远是可以逢低买入 而盘后有涨转跌 也更多是一种 买全文卖事实的操作习惯 最后呢就是特斯拉了 他们的第四季度财报 是没有实现Double Beat 这成为股价盘后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 那营收是超过了预期 但净利润只有2.7亿美元 远不及市场预期的7.63亿美元 而美股盈利呢 是0.8美元 不及预期的1.03美元 其实近期特斯拉股价 已经在高位盘整了 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超买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了 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 877至804这个价格区间的突破情况 那前景方面 特斯拉现在表示 在未来的几年里 预计汽车的交付量 都将实现50%的年度平均增长 这就意味着 今年预计是要交付75万辆汽车的 这对于特斯拉而言是很重要的 毕竟保持高速的交付增长 股价的估值才能逐步的合理化 这将有助于帮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 黄金方面 2月黄金期货价格 今日下跌了6美元 跌幅0.6% 收报名是1844.90美元 股市下跌 再度导致市场追逐美元 从而抬高了美元汇率 并打压了金价 美联储政策声明的核心信息 可以概括为 大家继续向前走 这儿啥事也没有 这就表明 美联储希望在经济复苏和疫情得到控制 取得进一步进展之前 避免调整鸽派的立场 那目前美联储希望的是 在重新考量政策之前 看到有更多的财政刺激和疫苗的细节 因此黄金能否进一步的获得通胀风险的提振 就要取决于财政刺激方案的推出进展了 原油方面 美国WTI原油3月期货 近日上涨了0.24美元 涨幅0.5% 收报每桶52.85美元 不能退原油3月期货 近日下跌了0.10美元 跌幅0.2% 收报每桶55.81美元 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月22日当周 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991万桶 这令库存水平下降至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 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最新的展望报告中表示 再度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为油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那明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美国PCE的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同时呢 还有美国GDP 出寝失业金 以及新屋销售等重磅数据 另外呢 在财报方面 明天我们将迎来的是麦当劳 万事打卡 以及Visa的财报 那这也将影响不同板块股票的表现 好了 这就是今天每日观察的全部内容了 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CMC Markets对本节目的赞助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